我买衣服就这样 比如我原来年轻时候特别爱逛街啊 等逛街能给我俩妹妹累的这 姐 咱们能不能不逛了 我们累不了了就能这样 大家好 我是腾不腾说北京 这好多网友都问我 那80岁的校长奶奶 到底有多少件衣服呀 这身材和气质怎么配样的呀 今儿咱就来个大揭秘 您和我一块看看吧 脚子穿得比较体面的出去 真是您 精精身上的 我每天都是 我绝对是让自己穿的立了啰啰的 他们这两天问我 郑老师您到底有多少件裙子呀 我说没多少件就来过来就瞎 瞎扮着穿吧 你看这也是一件的什么 这是不是也看着也挺好 都觉得您这挺能 衣服得挺多 还有一件黑的在那 你看 还有一件黑的 那您每天就是 黑的就我老伴给我改的 你看看啊 那个原来啊 原来这胸花在这 你看 还能看见吗 有 有点那啊 看见了 原来这胸花在这 这一穿上吧 它就在这待着 瞅了特别难受 就在腰间就待着不好受 老伴都一点一点拆了 你看 哦 它给拆了 拆完以后又重新缝在上面 一针一针缝上 你看 缝好了 然后呢 这个底下特别长 可长了 我一穿上都秃了腿 老伴给剪短了 现在我一穿上特别合适 哎呦 真手小 袖子长的那个 能盖上我那手指头 那也给搅了 改成这个 半长不短的 特舒服了 手艺太棒了 您老伴这个 特别舒服了 嗯 对啊 我现在穿出点 谁说 呦 这儿怎么又穿一件新衣裳 我说 哎呦 这都是我上班时候的衣裳 我哪有 我就是疫情三年 我没买过 没买过一件衣裳 啊 你看我每天早上去睁开眼睛啊 躺在床上 做什么呢 第一件事做 12345678910 做二十项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下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 这个老了这关节没那么好吗 连续做六十项做不下来 啊 嗯 做完这以后呢 躺在床上揉肚子 一把下 啊 顺时针 对顺时针 啊 这真逆时针就不揉了 啊 就顺时针 揉一百下 嗯 躺上起来睁眼就先 睁眼就直接顺 就是在床上折腾大约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 啊 就不起床了 看精华美景品百味人生 您看看 奶奶这身材和气质真是无敌了 太让人羡慕了 而且啊 人家也没花多少大钱买衣服 也没吃什么保健品 就是那简简单单的几个小动作 您要有时间啊 也抽空做起来 哎 没准啊 还真能像奶奶这样 越活越年轻 na na